板子手把杨迪拔 我请到那边去 不用吧 将军 板子手上 将军 将军一命 将军一命 这一礼 哪句话惹到您了 将军 就一下吗 自己的队伍的人都看不下去 自己的队伍都敢上手 当年为什么没有把他升勤 主要的原因是 在追击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粮草不够了 暂时没有体力 没有力气去继续追击董狐狸 后来本将军 非常的聪慧 想出了一个妙招 制作了咱们这个 季光饼 虽然季光饼很好吃 很惊讶 但大家也一定要珍惜 咱们在这儿相谈甚欢 是不是 是 我就随机抽几个问题来问大家 第一个问题问杨超超 喜风口战役 董狐狸是什么部落 报告将军是什么秃秃部落 想当年 朵炎部落 小王子和董狐狸 常年在喜风口一带作乱 刀扶手 把杨超少请到 板子区 鸡飞 娃娃 你来执行 姐妹残杀 将军几板 你一想几板就几板 将军不可 这样两板半 一 一 二 你怎么往下铲 三 将军我逃了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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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